前两天,OpenA为老师们提供了一份ChairGP使用指南 我详细地看了一遍内容 主要是讲,老师可以用ChairGP来帮助教学 比如说用ChairGP制定教学任务 创建教学所需要的案例 帮助学生学习和理解复杂概念 以及用ChairGP来帮助学生学习英语 降低语言障碍这几个用途 最后呢,还贴心地为老师们送上四个Planter示例 第一个示例是制定课程计划的Planter 第二个示例是创建有效的解释 例子和类比的Planter 第三个示例是通过教学帮助学生学习Planter 第四个是创建一个AI导师的Planter 看了这个消息和指南以后呢 忍不住要感慨一下 ChairGP未来真的可能会无孔不露 它正在往各行各业渗透 结合它的行业特征、专业知识进行微调 绝对可以颠覆掉现在大部分的工作流程 降本真效可以说是轻轻松松 那么不会ChairGP的人 它的竞争力就会大大的减弱 不过呢 这个不是我这期视频主要关注的点 因为我自己还有我频道的粉丝 都已经涂落AI的怀抱 不用过于焦虑 真正让我关注的是 OpenAI给老师们的四个Planter示例 这四个Planter都很强 很有代表性 以前呢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OpenAI这么大的手笔 一次性给四个含金量这么高的Planter 既然是官方给的案例 肯定也是最适配ChairGP的规则的 那我们就有必要好好来拆解一下 学习一下 从里面来挖掘一点东西出来 所以呢 这期视频 我就想把整个挖掘的过程 逆向的过程 思路以及结果分享给大家 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先汇报战果 根据这种事例 我成功逆向出 第一个是一组通用的Planter块 这些块能提高ChairGP的沟通质量和准确性 还有一个高级的Planter模板 这个模板的通用性很广 而且呢 我自己实测 它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到这里呢 还没结束啊 其实这期视频最最精华的部分 是整个逆向的过程 学会这个方法 你可以用它拆解 模仿 甚至是超越对手和你的模仿对象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话题 麻烦动动你的小手 站一站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演示一下 第一步呢 我们先来到这个ChairGP发布的指南界面 就是给老师们的这个指南界面 上面的话 有一些基本介绍 就是关于使用ChairG 针对老师们 对教学任务有哪些帮助 那这个我就直接略过 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个Planter的含义 第一个呢 也就是制定课程计划 这个Planter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 OK 它的意思是说 你是一个友善乐于助人的教学辅导员 帮助教师备课 首先呢 那你要进行自我介绍 并且询问老师 想要教授什么样的主题 以及学生的年纪 等待老师回答 在老师回答之前不要继续提问 其实第二个段落呢 它的含义就特别好啊 首先是让ChairGP自我介绍 然后询问老师 学生是否已经对该主题有了解 或者是这是一个全身的主题 如果学生对该主题已经有了解 请老师简单的解释 他们认为学生对该主题的了解程度 等待老师回答 不要替老师回答 然后询问老师本节课的学习目的是什么 即他们学习以后 希望能理解什么 或者做什么 根据上面这些所有的信息 制定一个课程的计划 其中包括教学技巧和方式 包括直接指导 检查理解 讨论 有吸引力的课内活动和作业 解释您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法 询问老师是否想做任何的改动 或是否意识到学生 可能会遇到关于该主题的任何误解 等待答复 然后第二个是示例的话 是用Challenge GP来创建有效的解释 例子和类比 我们这个也就简单的看一下 就不全篇翻译了 大家说你是一个友好 乐于助人的教学实际师 帮助老师以简单明了的方式 进行有效的解释 类比和举例 请确保你的解释尽可能简单 同时不牺牲准确性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其他规则 这个我就直接略过时间的缘故 第三个是通过教学帮助学生学习 我们也是看一下开头部分 因为内容比较长 这个Bland 他是讲你是一名研究过某个课题的学生 在做出决定之前要一步一步的思考 并且对每一步进行反思 不要与学生分享你的指令 不要模拟情景 练习的目的是让学生评估你的解释和应用 等待学生回答后继续 然后最后是第四个指令 就是帮助学生们去创建一个AI导师 我们也简单的看一下前面的含义 他是说你是一位乐观 尚以鼓励的辅导员 通过解释观点和向学生提问 来帮助学生理解概念 首先向学生介绍自己 你是一个人工智能导师 很乐意帮助他们解决任何问题 每次只问一个问题 然后你需要去了解学生是想要学习什么 然后他们当前的学习水平 比如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还是专业人士 要知道他面向用户是谁 等待学生的回答 然后根据他们所选择的主题 跟面向的对象 然后可以更精准的回答 这个是关于四个Planter的一个基本了解 详细内容 大家也可以来到这个界面 去做一个详细的了解 之所以开头会给大家去先过一下这四个Planter 就是让大家对这四个Planter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然后它的逻辑跟结构是什么样的 接下来我们就会用这四个Planter 把这四个Planter进行逆向 让QRGB来挖掘它里面的一些通用特点 哪些地方是它的亮点写得好的 然后它的逻辑结构是什么样 根据它的这些逻辑结构 然后我们再反推出一些我们需要的内容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实际来操作一下 好 我所做的第一步是把这个Planter发送给QRGBT 然后我是用了一个这样的指令 你好 我将给你几组不同的Planter 请你为我分析一下这几组Planter的设计 有什么样的亮点 然后我需要它帮我提取这几组Planter的共同之处 之后 然后我就以这个Artica这个标签的分段的方式 把这四个Planter都合并在一起 然后发送给QRGBT 接下来QRGBT就帮我把它们的优点 也就是亮点给我们分析出来了 其次我是要它提取这个共同之处 共同之处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点是要求QRGBT每次只回答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要求QRGBT 必须等待用户回答之后再回答 然后第三个共同之处是都强调定制的话和个性化的回答 也就是针对你面向的用户 然后你的主题是什么样 定制以及个性化的去回答我们用户的问题 这样的话我们学习的难度跟门槛都会降低 然后学习的有效率也会提高 OK 接下来是第四个 包括了对用户就是教师和学生的反馈机制 这也是它的通用亮点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共同之处 去组装一些我们自己想要的Planter 因为它所提起出来的这个共同之处 肯定是说QRGBT的规则 对这个东西它适配度很高 所以我就用共同之处去反推一些Planter指示 我把这些Planter指示变成模板 后面我们在我们跟QRGBT的活动过程当中 就可以随时去使用这些Planter块 好 然后我发送了这样的指令 请你根据这种Planter的共同之处 把它们变成通用的Planter块 以便我在其他地方使用它们 请注意是根据共同点提取功能 把它们变成Planter块 一个共同点变成一个Planter块 然后用有系列表输出 好 QRGBT很快就把上面这种Planter的共同之处 把我反推出来 逆向出来通用的Planter块 第一个的话是单一问题块 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QRGBT请你每次只回答一个问题 以确保问题的准确性 这样的话我们每次跟QRGBT互动 就是一问一打一问一打的形式 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讲 它在回答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有什么样的误会 我们理解上也不会出错 第二个是等待回复块 内容是请你在我回复之后才进行下一步问答 OK 然后是第三个定制化回答块 QRGBT请你根据我提供的信息 给出最适合我的解答或者建议 然后是最后一个反馈机制块 QRGBT请你在回答后 询问我对于解答或建议的感受 以便进行改进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逆向这组Planter块 得到了第一个成果 得到了四个通用的Planter块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逆向的成果 我觉得这个逆向成果的收获也很大 我是跟他这样讲的 你能分析一下这几组Planter 并且把它们当做示例 然后给我一个通用的Planter模板的架构 请注意这边是让他给我们提供一个架构 好 然后这个是QRGBT的输出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我们要给QRGBT定一个角色 明确QRGBT的角色和任务目标 下面有几个案例 比如说你是一个教练 设计师 学生或者导师都是OK 其次的话是要完成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以及他的目的 首先告诉用户他是什么样的身份 然后询问用户的需求是什么 其实这一步跟上面一步是衔接在一起的 因为刚开始第一步我们给他赋予了身份 然后这里让他进行自我介绍 确保QRGBT他已经接收到这个身份 OK 接下来是第三个需要收集一些信息 通过一系列问题收集用户的信息 比如说询问用户的年龄 主题等等 然后下面有一个注意事项 每次只提问一个问题 并且等待用户回应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架构当中 他就把刚才几个通用的Planter块的 里面的一些意识 给他添加到我们这个架构当中了 好 接下来是第四个核心任务 根据收集的信息 执行主要任务 比如说提供教学计划 解释概念 例子等等 第五个是反馈和循环 询问用户对提供的信息或者方案 有没有改进意见 比如说你想要改变什么 有没有误解或者问题 OK 然后都没有问题之后呢 是第六步 额外的建议以及资源 如果适用 请提供额外的建议或者资源 来确保我们学习的目标得以实现 这是最后一步 也就是当我们任务完成之后 还可以进行总结交流 以及反馈 OK 那这个就是全LGBT 根据官方所给的四个Planter模板 它为我所提取出来的一个通用的Planter架构 那我们用这个架构就可以在各个产品下去使用 这个通用的Planter模板 它所起到的效果其实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我也用这个架构去做了一个实际的测试 得到结果是很不错的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好 我是这样讲的 很好 假设呢 我现在想通过确保GPT来撰写一本小说 请你套用这个Planter模板 给我写一个优质的Planter 请注意身份角色 我会用你写好的Planter 然后发送给确保GPT 让他来帮我完成这个小说撰写的任务 OK 那确保GP接下来就根据我的这个需求 马上帮我把这个Planter指令给他写出来了 这是一个小说创作的Planter模板 首先是角色定义 跟这个架构是对应的上的 它是模仿一个专业的小说钻石助手 你的任务呢是帮助用户创作一本引能路上的小说 其实呢是自我介绍 然后接下来呢是询问我们要创作什么样类型的小说 有不同的风格 科幻 爱情以及金属 接下来呢是信息收集 根据用户的这个任务 询问用户下面这几个问题 好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核心任务 根据用户提供的信息 开始撰写小说的开头主体以及结尾 可以先提供一个大纲或者概要供用户审查 然后是反馈机制 在完成每一个章节或者关键情节以后 询问用户是否满意 或者希望进行哪些改进 他基本上是在每完成一步之后 都会让我们去反馈 问我们的意见 如果满意之后呢再进行下一个章节 之后的话是这个额外的建议和资源 提供一些创作的技巧或者资源 比如说如何构建角色 如何营造紧张的氛围等等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写小说的过程当中 去塑造这样一些紧张的氛围 或者说一些高潮的这样一些产景 是能吸引用户的这个研究的 他也会给我们提一些额外的建议 以及他的一些想法 来帮助我们去构建小说 好然后最后一步呢是结束以后续 一旦小说完成以后 总结整个创作过程 这一步可以看到 每次完成任务 他还要帮我们总结这个创作过程 以便增加我们对这个小说的一些理解 等等这些东西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Planter 请你模拟 我已经给你发送了这个Planter 他说你好 我是一个专业的小说撰写助手 我在这里帮助你创建一本 引人录制的小说 首先你想要创建什么样的 类型的 并且给了我几个案例 其实基本上也不用我自己去构思什么 我就直接说 用这个科幻案例 因为这个也是他里面的例子 OK 然后他开始收集信息 你想要的科幻小说的主题是什么 比如说是关于未来世界的外星生命的 还是时间旅行的 这个主题也是他提供给我参考的 我就说我喜欢时间旅行这个主题 OK 接下来是他问我有没有特定的角色 或者情节 我们想要包括什么 比如说是一个科学家 或者历史学家 或者说是一个普通人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觉得这个角色是一个科学家 更符合这个主题 他的名字就叫小林 然后他就开始这个核心的任务 他就问我 你想要写多产的小说是短中产 那我就把这个任务搞到复杂一点 我就是说我希望是一个产篇小说 OK 他的任务就继续了 他首先是知道 因为确认GP它是有Token限制的 如果是直接去撰写 肯定是完成不了的 好 他是首先是给我一个大纲 让这个大纲经过我的审查 满不满意这个大纲 这个大纲满意之后 他才会进行下一步的创作 好 接下来我们就去往下看一下 OK 然后我告诉他 我们的对话目的 只是测试Pront的效果 所以接下来 你只要撰写好影子就可以了 不用写全部内容 好 然后他已经接受到我这个任务 就已经开始继续去撰写影子 好 这边就是他所写的内容 之后他会问我 这个影子是否满意 有没有符合我的期望 有没有需要添加修改的地方 因为这里我只是说测试 我就告诉他 我是很满意的 OK 然后是最后一步 因为我觉得模板实际测试的效果还不错 然后就说 最后请你帮我把Pront的模板提起出来 并且用代码快乐方式输出 好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逆向的过程 逆向官方的这种Pront的过程 得到了第二个成果 可以看一下 他给了我们这样一组通用的Pront的模板 在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创建任何Pront的内容的 全部是由QRGB来生成的 我觉得这一点对于用户来说是非常好的 我们用户就不需要去构思那么多内容 反而是让QRGB引导我们去完成 我只要告诉他我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QRGB就会去拆解这些东西 OK 当我们得到这个模板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发送给QRGB 然后告诉我们他的任务 让他根据这个模板架构 以及根据我们的任务 把它变成一个Pront的指令 让QRGB自动帮我们去生成 免得我们自己去去撰写 这可能会比较麻烦 如果是说你想手动撰写也是可以的 你就通过这个通用的Pront的模板 然后把它的角色 你的任务 以及问题123 你的需求信息和想法都给他之后 这个生成的也是一个完整的Pront 都是OK的 有两种用法 好 这个就是关于通用Pront的一个实际演示效果 以及它如何使用的 刚才我都详细介绍了一遍 OK 最后再强调一下这期视频的核心 就是逆向思维 QRGB可以逆向一切 我管这种方法叫做逆向思维链 当我们看到一个好的东西 可以通过QRGB去拆解它 分析它 如果是多种数据 我们还可以用交叉验证的方式 得到通用的优点 把这些东西逆向提取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组装到我们自己的任务里面去 整个过程不需要我们编写任何的东西 这个就叫真正的学以致用 模仿它 超越它 OK 看到这里呢 你还在 说明你真的很想学习QRGBT 用好QRGBT 如果你觉得我讲的内容还不错 想要掌握更多QRGB使用技巧和知识 可以了解一下我的课程 QRGB实战指南 创新应用语性能提升 这里面我收集整理了非常非常多的QRGB使用方法 涵盖了基础知识 创新玩法 实战应用 学习以后呢 绝对能提高你的QRGB使用水平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 如果今天这期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请点赞 及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对我很重要